农历正夜十五 元宵前后 大家都会挂起灯笼 营造节日的喜庆 关于挂灯笼的由来 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流传比较广泛的是 东汉时期的汉明帝 听说印度佛教 每逢正夜十五 有观佛势力的传统 为了弘扬佛法 就下令这一天夜晚 在皇宫和寺庙点灯敬佛 吸引了无数百姓 前来观赏游乐 后来就远辨成为元宵节 另一种说法就是 在古代学校开学时 家长都会为儿女准备灯笼 由老师点亮 象征着学生的前途 一片光明 后来也就演变成为 元宵节挂灯笼的习俗了 此外 由于灯和丁同音 和天丁相近 所以灯笼除了代表光明 灯火源源不细 也有星火相传之意 上灯就带有上丁天丁的意思了 所以挂灯笼也表示好事连连 在新春期间挂灯笼 象征着幸福 光明 团圆 喜庆 沙南佛协会将在新春期间 推出新春祈福 吉祥灯笼 这一对灯笼有八具祝福语 我们的义工会帮大家以书法方式 把祝福语写在灯笼上 大家可以选择把灯笼挂在佛学会 让三宝加持 或者是请回家供养 让家里增添喜气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欢迎大家为自己或家人 甚至公司宝号 点一对新春祈福 吉祥灯笼